欢迎回来 从台东到屏东 长达一百一十八公里的南徽公路 到现在还没有医院 相当缺乏医疗资源 九年前被称为超人医生的徐超斌 他发起了新建南徽医院 最近有一群来自东海岸的音乐人 包括刚刚获得金马奖的苏命 还有以利高禄和把奈 他们要出专辑 用歌声盖医院 这里是台东南徽公路 一组一组的音乐人 站在路边等待一个希望 大家好 我是徐超斌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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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超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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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音乐人毛恩族号召 邀请歌手三不一 巴奈 以利高禄 舒米恩等十组音乐人 一起声援 为了新建南徽医院 奔走九年的医师徐超斌 这是一个孤单的公路 希望能够一起走成爱的道路 南徽公路从屏东丰港 一直到台东市区 长达118公里 是台湾唯一 唯一没有医院的地区 长期面临医疗资源短缺 我家就住在南徽路上 所以小时候就知道 其实看便很不方便 我记得让我印象深刻是有一次 我爸爸出很严重的车祸 然后送到台东的医院 但是医疗很缺乏 所以我们又坐救护车赶往高雄的医院 那沿路上家人都在哭 因为路程还要超过三个小时 所以很怕来不及就医 身边的很多的当地的朋友 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我们不是不只听到包補的问题 是那边的人民真的就是 承受这样的一个 医疗资源的不公平的状态 而且这么久 医师徐超斌七岁那年 妹妹也因为延误就医 不幸病逝 她决定留在南徽 每天往返守护病人 2006年 因激劳沉疾中风倒下 重新站起后 决定为南徽新建医院 也感动了这群音乐人 而且很好笑 然后她也很喜欢调侃她自己 我是最帅的 我最帅的医师 或者是我是超人医师 我不希望她再孤单了 我觉得徐医师 其实给南徽 不只是一个希望 毛文族看见徐医师 一路上遭遇各种困难 开始计划南徽三部曲 帮忙牵线许超斌上台北演讲 并筹拍纪录片 接着就是这张音乐的歌曲 在这个世界 不需要谎言 这里离行东很美 离台东也有 我看到真正这里有这样的需求 因为在南徽没有业务 这里还有这么多人 台湾的政府不做 我们要做 因为我真的希望 就是南徽有一个医院 物资计划期跑不到一个礼拜 已经达成预设目标80万 多余的款项将全数投入医院筹建 高速公路118很快 你走一趟南徽你就知道 那不是118 那是生跟死的距离 所以我们不希望 这条路又还是这样 所以希望成为爱的道路 欢迎大家来台东走一走 来南徽走一走 你就会变成下一个许超比 这一群音乐人 艺术家 不只用歌声说故事 也帮助偏箱盖医院 减低医疗不平等的待遇 妈妈 你在吗 我要去南徽医院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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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